大家好 欢迎收看毕个大世界 我是乐乐 今天我来到了苏州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是可以免费参观的 不过呢 需要提前预约 我呀 纯粹是为这里的颜值所吸引 它实在是太好看了 所以忍不住过来打卡 进来之后我发现这个苏州园林真的非常好看 它的整体采用了黑白灰三种颜色 让人看上去很舒服 而且它的建筑呢 融合了苏州本地的园林特色和现代风格 看起来非常的有线条感 博物馆设立了四个地方特色的基本陈列厅 它们都是以无字开头的 分别是吴帝遗珍 吴塔国宝 吴门书画和吴中风雅 其中吴帝遗珍呢 又分为了四个小展厅 里面展示的都是一些历史性的考古文物 包括史前陶器 玉器 春秋青铜器等等 吴塔国宝主要突出展示了两座国宝级的标志性货塔 不过它们被分别摆放在两个展厅里展示 而吴门书画的展区设在了二楼 分为南北两个展区 里面主要以吴派和扬州画派的作品居多 吴中风雅又分为了八个小展厅 里面展示的主要都是一些明清时期的手工艺类文物 尤其是苏州折扇 我现在来到了博物馆的花园 这里真的贼美 感觉随手一拍就是一张高壁格的大片 这个博物馆的设计师呢 是有名的世界华人建筑师贝玉明 他是在广州广东出生的 但是呢他的儿时时光是在狮子林度过的 所以对苏州还是非常有感情的 当1999年苏州市政府找到他 希望他设计这个博物馆的时候 他并没有拒绝 这才有了现在让全国游客 都想争先参观的苏州博物馆 而且据说当时为了这里的整体效果 他连里面的假山树木都算在里面了 最为著名的就是我身后的片石假山 这片白墙看起来特别像白纸 颜色不一形似山峰的石头呢 让白墙和石头看上去就像一幅山水画一样 更巧妙的是 他利用了着正圆身后的紧 来给这个博物馆增添生机 简直太精妙了我觉得 中王府是博物馆的出口 也是可以免费参观的 我呢就不细逛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过来看一看 苏州博物馆就带大家逛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赞转发加关注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转发 打赏转发 打赏转发